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稣的DNA 大家有没有DNA吗? 你又知道有吗? 你怎么知道你有DNA? 你有没有验过? 咦?这么大声? 有机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验DNA之后有什么结果 今天是福音主日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耶稣和魔鬼和死亡 去打一场硬仗 这场硬仗是要流血的 耶稣是真真正正成为一个人 首先分享一下什么是DNA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么是DNA 我先讲英文给你听 看你懂不懂读 懂不懂读? 我想要问你儿子才懂 这个怎么读呢? 是DNA 是DNA 或者是DNA 和DNA 或者是DNA 那些英文你都不知道是什么 在中文也不知道是什么 中文是去样核糖核酸 是什么呢?我读他定义给你们看 他说是一种生物的大分子 可以组成遗传指令 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的运作 主要功能是储存资讯 可以比喻为一幅蓝图 或者一个配方 他说带有蛋白质编码的DNA片段 就称为基因 我说完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正常的 但是在1950年 这个女的科学家 就发现了DNA 就拍了一张照片 自此就令到这个科学界很轰动 很震撼 他们花了40年时间 终于发现了原来DNA就是这样 一个螺旋状 有四对的 来组合DNA 你记住看到现在有几个英文字 原来很重要的 是有哪四个英文字 看到吗? A T C G 我稍后再解释什么是 A T C G 但原来当你就算不知道什么是DNA 但上帝创造人很奇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 很多时候 子女是很像爸爸妈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当然是我生的 当然是你生的 但原来就是因为DNA里有些遗传密码 那些科学家就说 很多东西原来是遗传了你爸爸妈妈的 寿命有机会的 身高也有机会的 肥瘦也有机会的 肤色也有机会的 声音也有机会的 你有没有听过子女好似爸爸妈妈的声音? 应该有 我上星期开车就是听到某一个温哥华旅行社的广告 就是主持访问他有什么游轮便宜啊 有什么地方好啊 那个人就在这儿解答 一边听到我 咦?这么熟的声音? 然后我打回他 你是不是代表你的旅行社做访问? 他说是你也知道的 我说因为几个月前我才找了你的女儿 搞银行的手续 你的女儿的声音跟你一模一样的 会遗传到声音 样子就很明显的 样子不仅仅是整个样子 就是面型 眼睛 还有你的下巴也会的 我给你一些照片看看 这对母女我比较熟悉一些 很多人都说是一个饼印 上次在酒楼 我的外母说 Helen不在旁边 有人跟我打招呼 因为她太像 她的女儿 另外呢 我另外一个朋友昨晚传给我的 他也来过我们教会 他是香港一个传道人 他的鼻子也很像拔 眉子也很像 嘴唇也很像 不过他拔多头发过去 然后下巴也会的 你看这两个下巴 这样很尖 很像 然后呢 连身形也很像 一个爸爸 一个儿子 身形也很像 连买衣服也喜欢一样 也挺有趣的 另外就是最后一章 这个23个月大 不单是儿子像爸爸 女儿像妈妈 女儿也像爸爸的 我说 嘴唇和鼻子都很像 原来因为这个遗传密码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四个英文字 第二呢 我不再读了 因为中文不懂读 英文也不懂读 就是这四个字的组合 就令到我们人有不同的所谓的基因密码 原来一个人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体里面有多少个英文字呢 原来是三十亿 三十亿就是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没有这个概念 三十亿就是多少呢 不知道 但是在 有一个 我给你看看 这个三十亿怎么变成具体一点 原来这个科学家叫 Craig Benter 他就是第一个 将他自己的DNA 变成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将他自己一个人 变成三十亿个字母的组合 然后印到一本书 后面那些就是这么多本书 总共有多少页呢 就是有二十六万二千页 他就在美国运过温哥华有一次演讲 他就很想告诉你 原来当我们将我们一个人的密码 那四个英文字的组合 印出来 原来就是有这样的分量 或者重量 这个演讲家 他就将其中一页 就是这样的密密麻麻的字 印到那本书里 当印出来的时候 他就找到 原来这个科学家的眼睛的颜色 原来就是这几个字母组合 就是AAG AAT ATA 就是科学家眼睛的颜色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英文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耶稣就真真正正正成为一个人 但是我们今天去了解耶稣 我们会从另一个DNA的角度 这里很想告诉你 就是上帝的创造是很奇妙 三十亿个英文字母去组成我们的 而最奇妙的就是科学家告诉你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三十亿 但是原来我们只是相同的 相同 因为这么说 不同的 只是占刚才这么多本书的五百页 就是说你们头发不同 高度不同 原来只是大家在五百页的不同 其他的都是一样 有手有脚 原来大部分都是一样 上帝的创造很奇妙 有时跟人传福音 他说哪有上帝 我说你相信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 有些人就说什么 爆出来 有些人真的相信爆出来 三十亿这个组合如何爆出来 就算爆到第一个人出来 怎么会令到另一个人 爸爸妈妈一起结合的时候 二人成为一体 之后一个小的生命 带着三十个亿的英文字母 这是没什么可能 不要说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看到 你看到这四条柱 这四条柱是怎么来的 知道吗 对了 就是说爆出来 你都说你是傻的 为什么爆出来 是不是 这条柱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你已经看到很多心意 还有一层层 你忍然出来 是不是 是之前有个好的弟兄 做出来的 你都不用它爆出来 这里两棵花 很多花 之前有姐妹 前日也有弟兄姐妹 做了很久 每一个都有她的心意 每一个亿 每一个字母后面 都有上帝给你的心意 这个绝对不是巧合 绝对不是爆出来 耶稣都要成为一个人 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一个人呢 他说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血肉之躯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 来到这个世界 稍后会跟你说 耶稣来究竟有什么目的 在十七节上 他更加清楚说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他跟我们有很多相同 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 曾经都是跟人传方说 你信不信耶稣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耶稣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有人创造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创造主 但是怎么证明有耶稣 这四个英文字 你又不知道你懂不懂 简单很多 这四个熟悉一点 这四个怎么分 B.C.代表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 B.C.代表什么 B.C.是 B.C.是 大家英文很棒 B.C.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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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出生之前 原来公元前、公元后 就是因为耶稣而创造分 这件事实 但AD是解释什么 有见识 他读得好听 Ano Domini 施琴真棒 如果你们谁说after death 你就被误导了 我小时候真的有人教我 是after death 但这是错到极点 千万不要再说 可不可以大声一点 可以再说一次吗 好像在看电视 就是这个 Ano Domini 原来AD是一个拉丁文 代表什么呢 In the year of the Lord 或者In the year of the Christ 即是说 这个划分就是耶稣来之前 和耶稣来了之后 那一年 来到去划分 原来就是在这个 我们就知道 耶稣是真的有血有肉 来过这个世界 他来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耶稣是真的成为一个人的儿子 要真的在一个娘胎里面出来 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家谱 我们平时看家谱 上次大家都说会跳过 你一看到都想暈倒在这里 但原来家谱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 今天我想跟你看一点 原来家谱 特别是圣经的家谱 他没有掩饰任何东西 这里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家谱 我推荐了在黄色上面那里 然后你一直看 我不读那些 谁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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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读那些 但你看到另一行形光笔那里说什么 大卫从乌尼亚的妻子生所乐门 不知你之前看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记载 大家知不知道乌尼亚是谁 乌尼亚曾经是大卫的将军 但就是因为大卫看中了乌尼亚的妻子 然后大卫用计去令到乌尼亚丧生 然后拿起别人的妻子 她妻子叫什么名字 不识巴 你看圣经多逼真 或者不只是把好东西告诉你 如果我是大卫也挺惨的 我都改过了 我都认罪悔改 但是为什么写个家谱要永远提着我这件 极不光彩的事 其实可以很简单 大卫从拔士巴生所乐门就可以了 但不知为什么上帝就是要令到 马太得到启示就是要这样写 当然背后可能有其他原因 但当我们再看的时候就发现真是很逼真 完全没有去隐瞒一些事实 耶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有血有肉 这样继承下来 然后再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马利亚所生的 然后在17节我告诉他 从阿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 从大卫迁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 从迁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耶稣是真正成为了一个人 祂一默相成 还有祂是一个人 就有人要面对的限制和我们一样 耶稣都会累的 在有一次约翰风第四章六节 他在那里有雅角的井 耶稣因为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那时若有吴正 那次干什么? 耶稣要跟一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 耶稣刻意去到那里跟她相遇 就在最晒的时候 耶稣都会累 耶稣不是一个神仙 耶稣都跟我们一起面对着身体的限制 耶稣不仅会累 耶稣都有感情 有一次当耶稣看见一些妇女哭 他都见到其他人哭的时候 耶稣都有悲叹的心 耶稣都会忧愁 圣经记载 耶稣哭了 耶稣会因为其他人的难过 他都感受到那份难过 耶稣都会流眼泪 耶稣自己都会有忧伤 有害怕的时候 在马尔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 他说 他跟那些门徒说 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等候 跟我一起警醒 耶稣就去祷告 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面对十字架 他都有忧伤 他都有害怕的时候 他也真是很坦白 去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 在马尔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 他说 阿爸父啊 在你凡事都能 求你把这杯切去 然而 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 其实耶稣都要面对这个困难 其实他也想不用去上这个十字架 因为真的很痛 因为真的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知道耶稣是真真正正成为了一个人 过去很多十年或者百年 很多科学家都很想找到 真是找到耶稣的DNA 所以有些人说耶稣钉十字架之前 有一块毛巾那样 好像蓋过耶稣 可能在他的血液那里找到耶稣 或者如果我们找到耶稣的DNA 我们又可以复制一个耶稣出来 但我想说 能否找到不是最重要 因为耶稣已经升了天 就算让你找到他的血液 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也不是耶稣 那只不过是有耶稣的身体特征 我今天想和大家去找耶稣的DNA更加重要 这是什么呢? 这是耶稣的死亡 耶稣的死亡 和耶稣的升天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DNA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使命要完成的 在马拉福音短短两章里 耶稣已经重提了三次和他的门徒说 他来到是有目的的 他说他教训他们说 人子 就是耶稣自己 必须要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民事弃绝 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他要复活的 而在高伯多前书第十五章三至四节 他很清楚 保罗说到最重要的一个基督徒 或者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 他说就是照圣经所说 基督是为我们灵灵来的罪 末而ICA 但是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他复活了 他要死亡 他要被埋葬 然后第三天会复活 他复活之后 有很多仁证 耶稣做了很多事情 在哥伦多前书15章5节 他显给基法看 显给12个门徒看 有人说会不会是幻觉 会不会是这12个人太想着耶稣 但是更加另一个证据就是 后来有一次显现给500多个弟兄见到 其中有一大半到今日还在 有些已经睡着了 为什么说到今日还在 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见过 也都可以做证人 也都可以做证人 是曾经被500多人见到 是显现了 所以这个成为了我们福音的核心 或者基督徒的核心 就是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 就是枉言 你们所信的都是枉言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 你信什么的 我们就是信耶稣复活 这个很重要 耶稣复活 耶稣的死亡和复活 就是让耶稣和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不同 耶稣说了很多很伟大的 所以有些人在神学院 或者在大学里面 有一科叫做宗教 或者有一科叫做Christianity 基督教 很多不信的都读 他就当一个理论 当一个很好的学术去研究 等于有人读佛学 去研究那样东西 佛学里面 或者他们之后 也有讲很多的宗教领袖 他们有些都是好的 但是关键和耶稣很不同 就是他们一起都会死亡 但是他们没有复活 他们没有复活 耶稣有复活 复活这个概念 对他们来说 绝不陌生 因为那些门徒在他们未离开世界再生的时候 他们都见过一个人复活 是谁 拉撒路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节 记载它是如月节的前六日 耶稣来到白大利 就在他使拉撒路从死人复活的地方 原来这里之前就是说到 之前说耶稣悲叹 就因为他去到拉撒路的墓前 耶稣刻意等了几天 拉撒路真是死了 真是被埋葬 然后还有块石头 挡住拉撒路的墓月 耶稣就说 将石头割开 耶稣就说 将石头割开 他的姐姐都说 主啊 他现在一定发臭了 因为都经过了四天 但是耶稣接着就说 他跟上帝祷告 然后就说拉撒路出来 哇 那个死人拉撒路 真是出来 其实那个场面都挺恐怖的 如果你在现场不知道 你能不能这样看 现在 但你肯定够胆的 大家还立刻拿手机出来拍 圣经说得很传神 他就说 那个人出来的时候 手脚都包着布 脸上都还包着那些头巾 因为他们被安葬的时候 他们要包那些叫果丝布 耶稣一样有这样的布包着 耶稣跟他们说 解开他 让他走走 所以那些图画形容都挺有趣的 拉撒路出来的时候 还包着的 那就是他怎么出来的 他就是弹着弹着弹着出来的 因为还没拆过那些果丝布 所以耶稣才说 解开他 我相信这个是耶稣 让他们看到 有一天更加具体 让大家知道 就是耶稣真的会復活 而你们真的见过復活 所以当耶稣復活 离开了他的冒月的时候 那些果丝布 仍然摆得很整齐 在他的冒月里面 这个是不同 所以復活对一帮信徒来说 是绝不陌生 而在復活之后 使徒能转一章三节 记住耶稣做了很多事情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确据向使徒 显明自己 真是活生生的活着 在四十天之中 向他们显现 并讲说了神国的事 这个是他的死亡 这个是他的復活 但是另一样很重要 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那里 耶稣做了最后这个的行动 这个就是升天 当耶稣復活了之后 去到他最后那个阶段 去跟门徒 和周围的人 讲了一些的说话 将大使命 交给门徒的时候 使徒能转一章九节说 讲完这些的说话 他们正在看着耶稣 耶稣就被接上升 有一队云彩 从他们眼前 将他接去 这个就是他们没见过的场面 復活他们见过 有些人 耶稣显现 他们有些人见过 而最后 耶稣就是在一帮门徒 和一帮人的 看着的时候 升天上去 当升天的时候 他们定睁望着 我想比较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定睁望着这个情景 耶稣升天的时候 接着圣经这样记载 当耶稣上升的时候 其他人都定睁望天 看有两个人身穿白衣 站在他们旁边 这两个相信是使者 是天使 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 加利利人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个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去 他都要怎样再回来 这个很重要 怎样升上去 怎样再回来 我们这里知道有两个事实 一就是耶稣升天 二是天使说 耶稣再回来 而其实不止天使说的 耶稣在右岸方都说过 当他和门徒说 他说我要去受死了 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要暂时离开你们了 耶稣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保证 耶稣说 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一群的门徒 一群的信徒 跟从了耶稣三年 他们觉得突然没有了领袖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耶稣给了一个很大的保证 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 因为他允许了圣灵 会和他们同在 而另一个应许就是 我必会到你们那里 他会再回来 再回来之前他做什么 在十四章一至二节 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都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这里很重要 有一次有位执事都说 当他一次和位姐妹传福音 他说不如你一起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你将来可以上天家 又可以和你的儿子相聚 谁知道那位姐妹说你不去 他问他为什么 他说天堂应该没有位了 因为他在排老人院排得很辛苦 他可能都以为我上去排得很辛苦 有时间排 耶稣回答了他 如果你今天以为天堂没有位 我都用这句经文去回答你 耶稣自己说 他说我去就是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的父就是天家 还有很多位 不用排 还有很多位 如果没有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有谁收到消息 说没有位 说会炒贵了 不是 如果你们收到消息 告诉我 我验证一下 你是真 还是你需要看医生 是吧 好 今天没有说过 另外蓝色这里 我提示了很重要的经文 我去原来为你们预备地方 其实很多时候 耶稣都会用延值这个比喻 去形容有一天 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很大的延值 耶稣都试过用一个婚宴 用一个新娘在等着新郎 记不记得十个童女 当我们在等着的时候 原来耶稣说这些说话 他们很熟悉 有一次有位牧者 Derek Johnson 大家在这里很熟悉的 维珍神学院的一个教授 那位牧师 他都说有一次 当他去到圣地的时候 他要出席一个定婚的婚宴 出席完定婚的婚宴 然后他和新郎哥一起坐车 新郎哥要回到他原本的城市 他回去之前 新郎哥和他的未来太太 原来就是说这句说话 他说我现在回去 就是为你预备地方 将来我会再回来接你 原来真的他们会这么说 那个新郎哥 就是准新郎哥定婚那一天 就要和太太去说这句说话 因为他要回去预备 他们住的地方 所以他说我会再回来 所以他们一说的时候 他们很明白 所以同类的比喻 他们一说的时候 他们很明白 因为他知道新郎哥 一定会回来接他们 而预备那个地方 耶稣继续说 他说如果我真的去 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是他说的升天那一天 我就必会再来到 去接你们 我在哪里 你们都会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那条路 所以有些人说 我不会这么使势 为了上天堂 而信耶稣 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说 但我想告诉你 信耶稣 不是为了上天堂 信耶稣 是为了和天父 建立关系 去认回你的爸爸 当你认回你的爸爸之后 当然有一天 你就去回爸爸那里 这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不是要 哄人信耶稣 然后就说 有个好的楼盘 等着你去住 不是用这个意思 而是跟你说 就是和天父 有关系 将来你回到你爸爸那里 这条路 耶稣说 我走了给你看 你们都知道 这条路就是来到这个世界 走过人生的路 受过不同的痛苦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然后他跟你说 这条路 就是耶稣会復活 会升天 这个就是耶稣 为我们预备那条路 在十四章六节 讲得更加清楚 这条路是什么路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 能到腐那里去 各位朋友 下一章Power Point 就是最后一章 今天很想和你分享 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 就是很想告诉你 我们知道那条的道路 我们可以回到天父 今天我不知道 你什么原因 令到你未信耶稣 可能你已经听了很多次 福音主日 但你还是没有信 有些人的理由就是说 我见到很多基督徒 都很坏的 你们经常说做见证 下一次我们就说 接着耶稣的DNA 就是你似不似耶稣 我似不似耶稣 我们有没有失礼耶稣 但这个下一次 跟基督徒说 今天很想跟你说 就是说 当你未接受耶稣的时候 其实你什么原因 你肯定会知道 这个世界有创造主 而耶稣是铁一般的事实 你和我都反对不到 但关键是 为什么你未信呢 耶稣 其实和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邀请 他说汉 我站在门外敲门 如果有人听见 我的声音就开门的话 我会进到他里面去 我与他 他与我 好像一起吃饭 那么亲密 刚才我说到 就是那个大的延迹 最后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会和你信了耶稣的 子女亲人 我们一起会在那里 享用一个永恒的言直 会回到天父那里 今天什么原因 拦阻你呢 这个是耶稣的邀请 这道门 他说的那道门 不是说我们教会这道门 不是说你家里那道门 是说你心里那道门 而这道门是反锁的 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可以 未信耶稣 就是因为耶稣会等你 情愿 耶稣不会逼你 耶稣只是每一次 在一个报道会之后 或者差不多去到最后 就是这一分钟 他就敲你道门 希望你可以真的打开道门 和他建立那个 永恒的关系 好像一起吃饭那么亲密 如果你说是因为 很多基督徒很坏 但我想告诉你 我们不是信基督徒 我再说一次 我们不是信基督徒 我们是信谁 我们是信基督 我们一起有个结束的祷告 在这一刻 我都很想再一次 你安静下来 再阻多你一分钟 去思考一下 你愿不愿意回应耶稣 这个的邀请 耶稣说 我站在门外敲门 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 就打开门的话 我就会愿意进入他的生命里 今天 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不是接受基督徒 不是接受一个学说 不是接受一个理论 而是接受这个有血有肉 真的来过这个世界 为我们去钉十字架 为我们去预备这个永恒的生命 那个耶稣 基督 他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都可以改变你 但愿你愿意 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下这个祷告 我很想你 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因为这个决定最重要 是告诉耶稣听 最重要是你自己愿意 打开你的心门 所以我会带领你 做以下祷告 我说一句 你心里面 跟我说一句就可以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门 我愿意 我愿意 回应 你的呼召 我愿意 邀请你 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跟我一起 好像吃饭 那么亲密 我邀请你 做我人生的主宰 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的命求 阿们 我愿意 我愿意 是奉主的命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